社会可能会淘汰有学历的人,但绝对不会淘汰有学习力的人,愿意改变的人,要想改变口袋,得先要改变脑袋,脑袋决定口袋,改变是永恒不变的主题,你的未来将达到怎样的高度和境界,取决于你愿意给自己做一个怎样的改变。 一个人必须成功这是一种责任,担当,一,做事,富人试试看,穷人等等看,富人做事民于行,穷人做事民于私,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,富人会先做起来,而穷人则是观望。 二,决策,富人坚决果断,穷人犹豫不决,富人决策思想是,宁可过错,不能错过,穷人决策方程是宁可错过,不能犯错。 三,困难,富人找方法,穷人找借口,面对失败或困难的时候,富人会先帮百姓寻找解决的方法,而穷人只会找推荐的理由。 四,增收,富人将开源,穷人将节流,富人财富观,质望看开源,实现财富增长,而穷人不懂开源,只会通过勤俭持家,以贴获得财富自由。 五,金钱,富人靠借钱发展,穷人靠存钱胜存,在金钱上,富人不会放钱哈在银行账户,而是通过再投资,甚至借贷实现滚血球发展, 而穷人只懂得把钱存进银行吃利息。 六,项目,富人先考虑机会,穷人先考虑风险。 一个新的项目,富人首先考虑的是机会,如何抢占先机,穷人首先考虑的是风险,万一赔了杂败。 七,事业,富人永不止步,穷人向富己安。 在事业的追求上,富人很贪心,永不止步,而穷人则是很安心,不求大富大贵,只想效富己安。 爸,谢心,富人说没问题,穷人说我不行。 面对挑战的时候,富人有强烈的自信,会说没问题,而穷人则是自我否定,会说我不行来逃避挑战。 九,人脉,富人之关系网,穷人之人情网,富人的观念是人脉就是钱网,善于之旧关系网打造自己的人脉银行,而穷人之旧的只是人情网,并不能给自己带来钱网。 深,方法,富人靠是挣钱,穷人靠力挣钱,富人善于分析,犹如下棋走一步看三步,靠趋是挣钱,而穷人平于分析。 往往看到的只是眼前利益,所以只能靠力气挣钱。 分享是一种快乐,关注是一种美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U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